7点20分 早安气象时间提醒您 秋装跟博爱套又拿出来了 因为入秋首播东北季风报道 详细的天气资讯要来请教一轮 哪些地方会比较有感 而且可能会有一些降雨状况呢 把时间交给你 当然东北季风首要的 就是会影响到我们北台湾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风场预报 这几天都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而且一波一波来影响北台湾 这几天的早上 相信大家出门的时候 感受就很明显了 因为温度会稍稍下降一些 而且迎风面也会开始雨比较多一点 虽然目前在遥远的海面上 有TD23来行程 但是我们并不会受到它的影响 未来的这一周 最主要通通都是受到东北季风 而且可以看到 今天的雨量预测图 一直到周三的时候 气象鼠都是针对基隆北海岸 还有大台北山区 这里的雨势会稍稍比较多一些 因为周一到周三的清晨 水气是比较丰沛一点点的 但是可以看到 在周南部的山区 也是会有一些雨势下下来 就是因为会有午后雷震雨 所以要提醒大家 这几天的雨势还是会持续下 所以外出的时候要记得攜带雨具 而这样的水气 预计要到周四之后才会慢慢的减缓一点点 但是在迎风面还是会有一些水气 因为东北季风持续的影响会到周六 所以要提醒大家 未来的这一周 其实北台湾的温度都会稍稍下降 而周四就是刚刚所看到的 国庆日这一天的天气又会是如何呢 其实这一天水气稍稍减少了 所以天气形态 府前的活动都是多云到晴的高温 有可能来到29度 但是白天出门的时候 提醒大家还是要嫁一件博外套 而且晚上到湖尾来观赏烟火秀的话 天气也是蛮好的 但是温度的话 夜间温度会大约是24到27度 所以要提醒大家 而回过头来 我们今天外头的天气 刚刚又说到了 因为东北季风预计晚间之后 就会影响蛮明显的 因此北台湾再一次提醒大家 雨是有可能来到大雨等级 而中南部地区 就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 而且持续到周二 都是这样的天气形态 而在温度上 接下来几天 东北季风一波一波的影响之下 从周一一直到周五 尤其周五的清晨 特别提醒北台湾的观众朋友 这一天温度 清晨有可能落到22度左右 而在中南部地区 依旧是维持比较温暖一点点的天气形态 因为这一波东北季风 并没有那么强 顶多就是影响到北台湾的天气 而另外要提醒大家 是因为东北季风来影响之下 沿海地区的风浪甚至震风 也有可能会稍稍比较大一点 因为最大震风 有可能来到8到9级 所以这几天 虽然台风已经远离了 有一些海上活动 可能要持续来进行当中 所以要提醒在沿海地区的观众朋友 有一些海上活动的话 都要特别留意 有一些比较浪 比较高的情况 或者是较大的强震风 所以未来这一周 再一次提醒大家 保的长外套 可能要拿出来备用了 因为东北季风就要来影响台湾 以上是这一节的强资讯 感谢观看